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环保气候一题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今天同样邀请到是丽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环保气候的相关一题 丽君你好 舒瑞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丽君现在已经进入6月1号 已经是下月电价的时间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要想着如何来节电了吧 不要让这个电价的账单太难看 然后让荷包更缩水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电 还有另外呢 还要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海洋生态 现在出了哪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电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在渡二战争开打之后 在欧洲现在面临的就是 没有电缺电的一个危机 而且还带动了很严重的通膨上涨 但是呢 在芬兰却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状况 他们竟然是电力生产过剩 还出现负电价 请丽君先告诉我们这张表怎么回事 对 因为他们现在芬兰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它这个电价呢 是每千度是50欧元 相当于台币是1600元 那在去年8月的时候 就在疫情期间已经飙到 而且加上恶物战争的影响 整个是飙到电价是261欧元每千度 那等于是8600台币 其实非常的贵 对对对对 而且因为它当时整个乌尔战争就影响到他们的天然气就是供应中断嘛 那一直到现在呢 今年的4月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回稳了 已经回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准是60欧元 相当于台币是1900元 不过到了5月底 它既然是出现了负电价 不过负电价并不是说就是民众用电会给你钱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主要就是像是电力公司 其实所收的钱呢 不会是试价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行政费 所以负电价并不代表用电可以获得钱 而且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这些都还有一些他们计价的方式 但是的确它就是出现这个在恶物战争之后呢 它有从这么标高的电价到最后 已经还变成负电价 其实最终还是归功他们 真的是用电是越来越多用电过剩的一个状况 所以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看 为什么芬兰会用电过剩呢 主要原因跟核能有关 就是他们的奥尔基罗托核电厂 基罗托核电厂 这是他们4月才启用的第三座的基础 也是目前全欧最大的一个核电厂 那么呢 这个也是欧洲16年来第一座的一个新机组 光是这一座核电厂 他们就帮芬兰这边的带来的电力占比 就高达了15% 所以说这让原本很缺电的芬兰呢 一下子从稀缺变成了 哎我电很足够 再加上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哦 就是春季熔冰的时候 也帮助他们的水利发电 所以也加剧了电力功过于求的一个景象 而且他们同时就是也是这个水利发电的大国 相信这件事情看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眼里 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哦 因为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像我们常提到的德国啦 或者是有些国家 他们现在就面临苦无 没有电 或者是受到俄罗斯这边的一个牵制的影响 所以说芬兰的这个做法 会不会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新的出路呢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不过呢说到这一个缺电的问题 还有电力过剩的问题 对于台湾来说我们的电网很脆弱嘛 所以说现在尤其又进入了下月电价 再加上我们的电价又在上涨了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可能也开始 要想办法如何来节电 尤其呢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在120度以下的这个用户 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要用到120度以下 哎不容易哦 很多人可能是在100多度 甚至是500度这个区间的 甚至有一些用电大户呢 一定是1000度以上 所以我们从张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下月电价跟非下月电价 也就是说只要你用的电越多 你用电的急剧越高的话 你的付的钱当然就会越多 而且呢还根据一项统计就是 在下月电价呢 其实每一个家户 它平均会多使用138度 所以说啊要维持在120度以下 真的很难啦 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多少少付出一钱 所以说呢 有一些比如说妇女朋友啦 或者是家庭主妇啦 现在就开始伤脑筋了 要如何来节电呢 看我们的整体报道 珍珠隔热板拿下 光线摄入连带让温度也热起来 夏天到来热得受不了 若一直开冷气开过头 夏季电费也让消费者吃不消 精打细酸的家庭主妇 透过这样简单的一块板子 贴上铝箔纸就能达上明显的 遮阴降热效果 女脖子不会面向窗外 这样马上就有达到隔热效果 所以我的室内的温度 假如说做这个动作的话 大概可以降到4到5度左右 夏天温度越来日热 电费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家庭主妇透过这样的木制柏叶 还有隔热纸的效果 能够让室内有效降温 进而达到省电的功用 木制柏叶搭配隔热纸 在面积较大的客厅 这片大型玻璃 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能达到降温效果 搭配上吊扇吹风 室内温度达到舒适感 不用开冷气就能降温 若天气真的太过炎热 也会选择小房间的区域 适度开冷气 达到省电效果 就是说需要用到冷气的地方 我们全家就是集中在一间的话 就是少开冷气 这样效果就差很多 都不要用到电 比方说像煮饭来讲 或者烤面包来讲 我全部都利用到瓦斯炉 五十几平大的房子 杨小姐20年前搬来的时候 夏天没有限制 一期电费竟然逼近两万元 几年下来 透过不同的方法 把电费降下来 现在每期约莫千元左右 更会计算每个月的度数 来满足奖励店家的门槛 因为那个节电的奖励 是我们省电的一个动力 假如说你比去年的同期 大概省下 大概一到两度的话 你至少就有节电了 大概84块的奖励 我觉得比任何那种省电 省得很辛苦 还是要划算很多 所以我鼓励大家说 尽量每期就试试看 一个小动作 省个一度两度 至少可以省84块 我觉得蛮划算的 除了降温之外 家庭一些额外用电 也要能省则省 居家最常用的电锅 耗电力不输冷气 若以四到六坪的小房间 使用冷气来说 一小时的冷气 约耗一度电力 电锅加热和保温时耗电量 跟小型冷气差不多 加上长时间使用 一年下来就耗掉365度电 电锅省电秘方 米洗好入锅前 先别插电 浸泡百米半小时后 再插电开煮 减少煮米时间 蒸煮食物 外国用60度热水 省下电锅将温水加热的电力 这步售就能省下 约四成煮饭电力 结束时也别忘了拔插头 夏季用电6月1号开始启动 为期三个月 每月用电120度以下不调整 台电估有378万户 其余用户调幅 约落在13%到28% 台电推估夏季期间 每户平均电费将增加到 新台币479元 依照累进电价急剧计算 假设每月用电428度 其中的120度适用于1.63元 另外210度适用于2.38元 剩下的98度则适用3.52元 今年4月1号的时候 台电就已经先做了 第一波的电价调涨 那当时的涨幅是11% 如果再考虑下月电价调涨的幅度 也落在15%的话 那两者加总大概就是超过20% 这时候每个月的电费增加的金额 大概就会落在新台币400元左右 台电表示夏季电价为平均电价的一部分 依照电价费率审议会核定的平均电价 跟此规划来调整 夏季电费费率高 非夏季电费低 维持全年平均电价不变 并非调涨电价 那很不幸的这种亏损的情形呢 日后还是会持续的变得更严重 所以我们预期下一波 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可能会再一次的电价调涨 用来减少台电的这个亏损的金额 夏季到来热浪大敌 怎么样降温 凉快维持生活 民众省电大作战即将开始 听阅新闻王现场来源民台并采报报道 好所以刚刚的省电配布有没有学起来呢 其实包含台电有教大家说 你可以开冷气配电风扇 那么冷气的温度就可以调高一点 相对来说就可以比较省钱 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其实台电啊 不管在去年今年都有调涨它的电价 特别是针对这种用电大户 就是因为呢 现在台电呢 发现他们的这个黑洞 真的越来越大了 而且就算涨价之后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弥补这个黑洞 那么就显现出台湾的电网真的很脆弱 很怕又发生这种全台大跳电的一个事件 可是呢 现在如果说是在核能方面 台湾又有正反两极 非常极端的声音 又没有办法这么能够顺利的推行之下 或许绿电呢 就会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了 所以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是海能风电 在今年初完成了47支的风机安装完成 那么3月的时候已经并联到台电的电网了 那么在5月初的时候还启动了启用典礼 它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海能风场 已经完工了 这一个绿电它可以为我们台湾 带来多少的用电量呢 难看到就是这个全台最大离岸风场呢 它其实总装置的容量呢 是有达到376MW 年工38万户的这种洁净风能 可以减少70万吨的这种碳排放量 而且呢目前到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台湾已经有总计三座这种离岸风场 已经成功的商转 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去年有很多 这种离岸风电的建制 就还在建制当中 包含上是这个区域是在苗栗的 竹南镇海岸大概4到10公里处 然后其实像是彰化 那边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场 也还在建制当中 所以未来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风电 可以变成我们一个 除了太阳能之外的一个 绿电新选择 另外一个绿电 那现在呢 总统蔡英文他有表示 其实全世界在离岸风电的建设呢 其实都有受到像是前两三年 这种疫情的影响 但是台湾因为我们的防疫 在防疫好的前提之下呢 所以还能够让进度持续的往前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任务 所以现在我们的 其实离岸风电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很多业者都开始 包含国外的大厂 也都进入来台湾来投资 其实可以看到 未来应该是很多的离岸风场 都可以开始的商转 没有错 所以说现在要寻求绿电的一个支援 但是其实在整个建造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热议 有很多的议题 有人就说 这个太阳能跟风电真的环保吗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反走过必留下碳足迹 怎么回事 那这个离岸风电或者是太阳能 是真的环保还是它是流盐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目前在国际上 其实他们有一些的 比如说五阶段的评估 还有计算电力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 来看看它的一个电力碳足迹 这个电力碳足迹怎么算呢 其实蛮复杂的 简单来说它会有一些间接的碳排放 跟直接的碳排放 所以说在算这个电力碳足迹的时候 他们要考量到很多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燃料的开采 还有运输的过程 还有发电过程排放 比如说有没有有的 可能会有一些排放碳啦 或者是甲碗之类的 还有在电力传送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损失 它要把它全部都放进来 再加上产品废弃后的一个处理过程 所以是整个从头的开采 到最后的一些产品的废弃物 它全部都算进去之后 把它算出来的电力碳足迹这个数字 所以尽管像是太阳能跟风电 它们都有绿电凭证 确实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说 它们不能说它们不是绿能 它们确实也很环保 可是如果我们以电力碳足迹的一个 这样子的状况来说 从开采到最后的处理过程 又该怎么样去定义呢 因为刚刚讲到整个所有的电力 都会有碳足迹的一个产生 那其实根据2010电力碳足迹的一个系数占比 可以看到像间接的碳排放 它就占了15% 直接的排放就是占了85% 而且这就是在发电过程之中 就会直接产生碳排放 所以现在专家其实他们就讲到说 所有的这种电力产品 在整个碳足迹上是不会是零的 所以因为它在整个发电过程当中 像刚刚说的讲到所有的这个过程 都一定会产生碳足迹 所以应该不用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不管是太阳能或者是风能 一定都要是零碳足迹 才是真正的绿电这样子 那因为现在大家在讲 就是温室气体 主要是在发电过程会产生 所以我们的再生能源 像是风能太阳能 它在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碳足迹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像是已经 太阳光电还有我们的风力发电 都拥有一些绿电凭震 所以它其实就表示说 我们未来就是这种在发电过程 除了扣掉这些之外 我们其实在温室气体的产生上 再生能源还是可以发挥到 它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是 所以说总而言之 结论就是不要过于纠结 其实像是太阳能跟风电 它其实已经带来算是 比较环保的一个效率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给我 来回来 这票飘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